大家好 这里是万门阿拉伯语出义课堂 我是白野 这一节是我们第六讲的第五节 我们来讲下一个字母 这个字母长这个样子 在这一节我们要学到这个字母的名称与发音 书写 加发音符号的拼读 它的源流 首先这个字母的名称与发音 这个字母的名字叫做 M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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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冠词叫做El Mimo El Mimo El Mimo 口语可以念成Meme Meme 它的发音 近似英语的M 或者汉语拼音的M 读称M M M 是一个 走鼻子的一个音 我们看一下Meme的书写 首先这是Meme的独立写法 印刷体这样 但是手写体不太一样 手写体长这样 起笔从这起笔 这样下来 我们来写一下 带点弧度 注意 这要长一点 这要弧度 切记 这么些 这儿是不对的 当然 这是一种写法 还有一种写法 可以这样写 这样走 从这儿拐一下 这样下来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跟这个 这个都对 然后Meme的自投写法 我们看印刷体是这样 我们在写的时候 是这样 下边 上来 这是一种写法 这样写 这样 注意这个圈一定要画的小一点 然后还有一种写法 这样写 这样写 我们写一下 第二种写法 这样写 也可以 也可以 注意圈一定要写小一点 不要写大了 这还有第三种写法 这种写法 我更倾向这么写 这样写 这要封口的 这样 注意这个Meme 这个圈一定要写的小一点 这样写大了 我当时被给大家做个示范 但是写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写大了 三种写法 一个这么走 一个从上面走 一个 这样 半圈半圈的走 三种都对 大家可以任选一种 然后第二种词中写法 我们看一下 大家可以 这么写 我们来写一下 大家可以这么写 从下边打一极 这样写 也可以这样写 有点层次 这样写 也允许这样写 但是一定不能这样写 一定不能让这个东西往上走 这就是错的 不能这样 这样是可以的 Meme 词中写法 这三种 也都对 大家可以任选一种 下面 Meme 词尾写法 印刷体这样写 但是手写体 我们可以这样写 一种写法是这样 另一种写法可以这样写 带点层次 还可以这样写 三种都对 大家可以任选一种 Meme的写法 比较多样化 下面是Meme 与发音符号的拼读 首先第一个 Meme加净 符表示Meme 只发辅音 读成 嗯 嗯 嗯 我们来写一下 嗯 然后Meme标开口符表示 Meme发开口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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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写一下 嗯 嗯 下一个 Meme加起始符 咪 咪 咪 啊 然后Meme加何口符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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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写一下 下面是Meme标三个长音符 第一个开口长音符 Meme与Elef连写标开口符表示Meme 把开口长音的A读成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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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写一下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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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Meme标 七尺长音的 Yi Meme与Elef连写 再写起始符表示Meme 它长音的起始的Meme Meme Meme 我们来写一下 下一个 下一个 这是河口长音符 Meme与万物连写 加一个 河口符表示Meme 它长音河口的U 读成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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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Mu Mu 在Guito防言里面 Mu 表示Mu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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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比如说 啊 这个 你好不好 方言叫做 Zin Mu Zin Mu Zin就是好 Mu Zin Mu 就是不好 Zin Mu 就是好 还是不好 这个是Kwaito方言 这个Mu 长音的Mu 有的时候就表示这个 胡适 没有的意思 但是这只是方言里面 咱标准语 标准语不是这么用 下一个 我们看 Meme 加软音符 首先第一个 Meme与Y 联系 然后Meme 标开口 Y Meme 下一个 Meme 与Wow 联系 Meme标开口 Wow标净乎 表示Meme 读软音的 O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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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Meme与鼻音符的拼读 第一个 Meme 与Elef 联系 标双音符表示Meme 读成鼻音的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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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一下 Meme 下一个 这个 启齿鼻音 表示Meme 读成 M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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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符号 应该标的 更靠近Meme 这个Meme 这个圈一点 Meme 下面 合口鼻音 读成 M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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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写一下 Meme 你可以这样写 都可以 都可以 Meme 好的 我们看一下字母Meme的源流 首先 这个Meme 最早来自加南字母的 这个 叫做Meme Meme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Meme Meme 什么意思 表示水 像是波浪的样子 水 后来它变成了飞机字母的这个Meme Meme Meme 形状 形状差不多 Meme 是我们阿拉伯字母的Meme 是我们阿拉伯字母的Meme Meme 是拉丁字母M和希莉尔字母的M的祖先 来自这个Meme 我们看阿文字母的Meme Meme 这个是字母Meme的源流 我们来复习一下 首先 我们学到这个字母Meme Meme标净符读成 M M M 动符开口 M M M 起尺 M M M 合口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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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音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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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音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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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ound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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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